大家好,欢迎来到千锋教育云医算学院,我是大强哥 咱们这节课呢,讲解在运维工作当中常见的运维安全问题 之前呢,我们讲解了运维操作上的思路上的一些陋习 或者是安全意识不足的问题 这节课呢,咱们结合漏洞分析和想验过的情况来看 常见的这个运维安全问题呢 主要可以分成下边这九种 那么第一种呢,就是敏感的端口对外开放 比如说数据库,或者是你的这个缓存服务器 等等,这些呢,全部都是属于敏感应用 通常是用在内网的 但是如果你部署的这个机器呢 有内外网的IP 并且你默认的监听地址,你没有修改 也就是说你这个应用的端口开放给了所有的IP地址 包括你的外网IP和内网IP 那么这时候呢,就会对咱们的这个数据库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应用造成什么呢 造成一个端口对外开放的一个危险 别人,因为本身你不用把这个端口对外进行开放嘛 只需要对内的一些服务进行开放就OK了 所以这是第一点要注意的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比较敏感的这个应用 没有认证,空口令或者是弱口令 没有认证这个应该是大家都能明白什么意思 正常情况下你应该有什么呢 应该有用户名和密码的认证 或者是证书的认证 等等这些需要通过什么呢 需要通过我们的某些手段啊 来确认身份 来确认身份的这些操作 你没有做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空口令 这个空口令 我们一般情况下很少这么做啊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犯懒了也免不了 弱口令是很多人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啊 因为比较复杂的口令呢 我们是记不下来的 往往需要记在某一个位置 每次在用的时候再拿出来 是比较麻烦的 所以很多这个运维工程师呢 就因为嫌麻烦 所以把这个口令改成了弱口令 至于什么是弱口令 我感觉应该很多同学都知道哈 比如说全部都是数字的 全部都是英文的 然后再就是你的这个密码比较短的啊 这些全部都是弱口令 因为这些弱口令呢 很容易被暴力破解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敏感信息泄露 所谓的敏感信息泄露 咱们之前也提过哈 比如说呃有很多运维工程师或者是开发人员呢 把这个代码上传到了公网上 比如说GitHub上啊 或者是这个百度网盘上上传了 然后这个没有加密 那么这些这些东西呢 你在上传的时候你感觉不出来 那一旦啊 一旦被别人拿到了你们公司的这个应用的敏感信息 攻击被攻击了 这时候我们才再感觉到的话 那就就后知后觉 那就不好了哈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应用的默认配置没有清除啊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阿帕奇的Serviciders这种功能啊 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把它这个给它做什么呢 给它做一个认证啊 给它做一个认证啊 或者是干脆你不用这个功能的话 你就把它删掉 第五个呢 就是应用系统打开了这个debug模式 我们这个debug模式啊 主要是用来做排错的 而且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在测试环境下 我们进行排错或者观察啊 很少说在我们的生产环境当中去打开这个debug模式 因为这个debug模式一旦打开之后呢 不单是不单是什么呢 不单是说消耗我们服务器的性能问题 还有一个安全问题 因为比如说你像这个jango的debug模式打开了之后呢 就会暴露它的一个UR路径 然后比如说你prp-info啊 这个这个函数如果能用的话 它会暴露什么呢 它会暴露我们服务器的信息啊 甚至是什么呢 甚至是我们发布网站的目录啊 OK 然后再就是第六点 那么第六点呢 就是应用的各种漏洞 你没有及时升级啊 我们很多人用到某一个软件的版本之后呢 他就觉得这个版本没什么太大问题 能用他就一直在用这个版本 就从未进行升级啊 经常有很多人是被爆了问题 被攻击了 然后才想起来去什么呢 才想起来进行一个版本的升级 其实这个有很多同学 就有一个误区啊 觉得这个越新的版本呢 可能8个月多 但实际上我们绝大部分的这个应用的版本呢 都会随着它这个软件版本的升级 而把它之前出现的各种漏洞全部都补上 而且在我们的Linux操作系统里边 几乎所有的软软件的一个漏洞的补丁 那都是通过更新新的版本来做这个打补丁的啊 所以呢 我们在工作当中呢 一定要什么呢 一定要把这个应用的各种版本呢 做到一个什么呢 做到一个定时的一个升级 这样才能最大化的去保证什么呢 去保证咱们这个应用的一个安全性哈 好 然后第七个就是权限管理的问题 那么这个权限权限管理管理呢 我们正常情况下 应该去遵行一个最小权限的一个原则 比如说我我们 我们能用到什么呢 我们能用普通账户做的 绝不用root的账户来做 能不授权的绝不授权 好 然后第八个就是DDoS攻击问题 那我们这个DDoS攻击问题 其实是很多公司哈 经常发生的一个问题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什么呢 通过占满带宽 耗尽资源的各种方式哈 都可以让我们服务器无法想要正常的一个请求 那说到底呢 是资源对抗的一种攻击方式 但是 嗯 虽然说很多人知道这个 但是很多人呢 他不会在这方面进行一个考虑 就往往被DDoS攻击了 才会去考虑这些方面的问题 所以 呃 大家在平时的运维工作当中呢 一定要 注意对你的这个 带宽的一个占用 啊 带宽的一个占用 做一个什么呢 你可以做一个限制哈 可以做一个限制 然后各种资源上的使用 也去做一个限制 啊 比如说你 一台服务器上 服务器能开启的一个 最大的 最大的一个这个 进程的个数 啊 你可以做一个什么呢 你可以做一个监控 然后再做一个限制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去防止各种资源耗尽的问题 好 然后 接下来最后一个哈 就是流量劫持的问题哈 流量劫持的问题 那我们这个这个流量劫持的方式呢 有三种哈 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ARP劫持 这个所谓的ARP劫持指的是什么呢 ARP协议的这个 通过通过我们的这个ARP协议哈 来进行攻击 像我们ARP协议的基本功能呢 就通过目标设备的IP地址 去查询目标设备的一个 Mark地址哈 Mark地址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 嗯 Mark地址解析哈 Mark地址解析 那 基于这个ARP协议的一个工作特性呢 就是黑客 向对方计算机不断的发送 有欺诈性质的ARP数据包 假冒目标IP进行ARP响应 然后从而实现中间人攻击 其实我们这个ARP协议能 通利用这个ARP协议的这个工作过程哈 进行的攻击方式不止这一种哈 不止这一种啊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 域名劫持 通过这个劫持掉域名的DNS解析结果啊 将HCP请求呢 啊 转发到特定的其他的IP地址上 啊 使得我们这个客户端和攻击者的服务器 建立一个TCP的一个连接 而不是和目标服务器直接连接 这就是一个域名劫持问题啊 然后第三个呢 是HTTP劫持 直接流量修改 那么在我们那个数据通路上 对页面进行固定的内容插入 啊 比如说 呃 广告 弹窗 啊 通过这种方式来 来 干什么呢 可以说是来恶心 你们公司的这个应用或者是网站哈 他不是说要你的网站不能访问 而是去给你插入一些 你们网站上 或者是某个应用上 本该不应该出现的东西 接下来咱们再说几个跟运营安全相关的一些案例哈 第一个 就是这个跟SVN相关的哈 当然现在很多公司 已经不用这个SVN了 用的都是Gate 呃 Gate其实也一样 也有他自己的一些漏洞 那像我们SVN这一块呢 呃 其中有一个叫做.son的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啊 其实我们根本就 不用在上传web应用的时候 去把这个目录上传上去 因为这个目录对于咱们的应用来讲 就特别重要 呃 呃有的有的人呢 在用rsnc上传代码的时候啊 没有把这个.son exclude 就是没有把它除掉哈 没有把它除掉 而且呢 也没有使用这种eagonal的方式 把一些比较重要的 不该上传的文件和目录给它忽略掉 啊 然后最后我们的这个 不是我们的哈 就是攻击者呢 会利用你这个.son里边泄露的一些信息呢 去利用.son tool或者是.son extractor 啊等等这些工具呢 去还原你的代码啊 去还原你的代码 然后呢 啊 再通过他拿到的代码呢 去找一些你代码里边的各种漏洞 对你的应用进行进行一个攻击哈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rsnc的问题 rsnc 呃有的有很多应用工程师呢 直接就是用root账户来启动 并且呢 没有去配置这个认证模块 而且还对外开放了这个873的那个端口 那么攻击者就可以利用rsnc来写计划任务哈 来进行一个 呃 是要反弹 上传什么的 上传各种挖矿木码 第三个是redis的问题 呃 同样第一点也是 这个redis呢 使用root账户来启动了 也没有配置认证 而且对外开放了6379的端口 那 攻击者呢可以利用redis去写ssh公钥 到你root账户的ssh目录下边去 这时候他就能成功登录到你的机器 那一旦他登录到你这个机器之后 因为你这个redis呢 他又是在内网环境下使用的一个呃服务器 他那一旦 一旦有了这个一旦他有了redis服务器的权限之后 他可以他就可以随便在你的内网进行登录其他的机器了 好 第四个是kubernetes的问题 像我们kubernetes的这个api呢 本来是集群的一个管理 呃 本来是集群的一个管理接口 那么这个管理接口呢 首先第一点我们是不应该对外网进行开放的 第二点呢 我们应该去开启认证 但是现在默认情况下 我们部署的kubernetes机群全部都是开启认证的 那一旦你对外开放了这个API端口呢 攻击者就可以去调用API啊 去创建容器啊 去创建容器 然后将容器文件系统根部录呢 挂载到你的宿主机根部录 然后攻击者呢 可以利用写计划任务啊等等 这些去破坏你的什么呢 去破坏你的机器 或者是利用你的机器哈 那么有有的时候呢容器里边跑着 没有经过编译的代码 或者是在沦陷的机器上 可以拉到这个私有刀坎镜像仓库的任意镜像 那么这个就后果就就难以想象了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几乎所有的应用都放到哪去了 都放到我们的这个镜像 都放到镜像里面里边了嘛 一旦别人能随意拿到你的镜像之后 那他就能拿到你的各种应用 拿到你的应用之后 又能分析你的代码了 找你的漏洞了 好那么这节课我们就暂时先说到这哈 咱们下节课再说运维的安全习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